大家好 哈囉 三十二十二十位 寶貝 今天工作辛苦你囉 對啊 要不要來點不一樣的宵夜呢 不一樣的宵夜 你太懂我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吃的是雞 雞 對啊 就雞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晚一點的 我要吃鹹酥雞 鹹酥雞 對 要不要加辣 我已經夠辣了 你還加什麼辣 好 我們來點 來 好像只能點 彥均哥跟莎莎送來的 想吃我們宵夜 那就請彥均送 還有莎莎送 我們是明星 為什麼要叫我們送 奇怪 對啊 今天要來大清宵夜了 歡迎大家 我們今天有一位新朋友 加入我們了 就是我們俄羅斯來的金妮 歡迎 歡迎 對 你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平常在做什麼 還有一些 來台灣幾年 好 大家好 我叫金妮 我在台灣留年 我從俄羅斯來的 我是一個舞蹈員 舞蹈員 舞蹈員 舞蹈員應該就要下來跳一下 對啊 有沒有 可以來報名 跳 跳 跳 歡迎 鈴基 對 天啊 好棒喔 你有那種感覺 真的嗎 對啊 真的嗎 好棒喔 而且你腳就把它夾那麼緊 肌很高 肌很冷 肌很冷 你來台灣六年了 對 六年 那你中文是在台灣才學的嗎 在台灣 對 才學的 對 好厲害喔 所以你平常學的舞蹈 以前是學什麼樣的舞蹈 沒有 就學的 芭蕾舞蹈 芭蕾 對 就芭蕾 對 所以剛剛其實有結合一點芭蕾的舞蹈 是 好厲害 而且你可以轉圈圈 對 好美 不是從那種一直轉 一直轉 可以轉個幾圈 可以嗎 鞋子可以嗎 不行 不行 這個鞋子不行 對 對 前面要是硬硬的那種 所以你也喜歡吃台灣的宵夜嗎 我喜歡 可是我很挑食 可是我找到了我喜歡的 很棒 好 辛苦很難 真的 OK 好 謝謝你 謝謝芭蕾 謝謝 今天看完這一集之後 我相信有很多觀眾朋友 現在馬上就開始在訂宵夜了 對 而且我們現在播出時間 就是最適合吃宵夜的時間 對 沒錯 而且吃宵夜就是要拉 替食鬼一起 要胖一起胖 對 不能自己吃 剛剛前面我們在演小短劇的時候 Nicole有說 你喜歡吃鹹酥雞 我覺得台灣的鹹酥雞 有一種群眾的魔力 自己吃沒那麼好吃 一定要跟一堆人一起吃 對 每次有朋友來 我一定會問說 要不要吃鹹酥雞 不會有人拒絕的 然後我點幾樣 他點幾樣 最後出來就七八百塊 對 滿滿足 真的 然後就會想說 才點一點點這樣 一直吃一直吃 結果就吃超多 真的是 我都通常會點 我最喜歡的 最基本的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基本我一定會點的就是這個 豬血 明顯的 還有這個 甜不辣 對 還有最經典的就是雞 那今天沒有點到 我常點了一個四季豆干 因為點一個菜 不錯啦 你以為比較健康嗎 沒有 就很健康 每次點些東西就會放 放一點菜 有點纖維好了 對 但是你其實更不容易 我覺得都要吃膠藥的不要管那些了 而且我覺得炸物每個國家都有 但是鹹酥 今天那個胡椒粉一灑下去 不可以取代 真的 我們美國也是炸物很多 可是真的沒有台灣的調味料這麼獨特 我們美國都是胡椒粉跟鹽就這樣 然後很厚一層的那個叫什麼果粉 所以每次吃到都是一半都是粉 然後肉才一點點 我覺得台灣的這個才炸得剛剛好 還有乾梅薯條 沒錯 現在有些還會加蒜頭 洋蔥 酸菜 我的天 對 可是鹹酥雞真的是萬惡之緣 真的好吃 就是你吃完鹹酥雞 你會罪惡感破表 對 爆炸 但是同時 滿足吧 鹹酥雞又是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療癒自己做 快樂也爆破缺 爽的時候也想吃 不爽的時候也想吃 對 真的對不對 這個很久一樣 好傷心也想吃 難過也想吃 開心也想吃 什麼都想吃 什麼都想吃 然後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住的地方 那附近就是可能是神酥雞的地獄 真的是地獄 地獄 幾乎沒有 什麼幾乎沒有 就是沒有 沒有沒有 為什麼可以活到現在沒有神酥雞 我跟你講 我之前在上一個家是住在巴黎 巴黎有兩家很好吃的 所以我常常會專程開車回去買神酥雞 專程 對 你說現在還會專程回去 會 譬如說今天可能錄影很不爽 想說 你也知道我們人美歌甜 在節目上都要講 人美歌甜 心裡可能想說 到底可能很美 那樣子 一收工就會開車去 回去巴黎買神酥雞 因此 我買了神酥雞 第一件事情上車之後 我都停在路邊 就是先 開窗吃滿足一下 先吃甜不辣 甜不辣不能帶回去才吃 甜不辣完全不能夠有路程的蛋糕 你要第一時刻就好心 會便利 對 然後再來 比如說我喜歡吃那個 蚵 蚵 蚵蚵不是蚵蚵蚵 蚵蚵我一定會點 然後呢 我絕對不點蔬菜 因為蔬菜太油了 然後另外一個小小的小訣竅 也分享給大家 反正都要罪惡了 你就一路一檔當四檔當 我個人會拿番茄醬加糖 組合在一起 蘸雞跟蘸洋蔥圈 你知道嗎 就是像素食店 那個糖醋醬一樣的味道 所以比例是一比一嗎 我是買那種一條一條的 就是一包 直接倒進去 那配得剛好 好專業 真的有沒有用過番茄醬配糖 專業 去素食店我們都這樣吃 除了ICO之外 你們其他人敢吃懸醬雞嗎 喜歡嗎 喜歡嗎 而且我覺得可能很多外國人不敢吃 就是我非常愛吃 就是雞屁股 而且我跟妳講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朋友在吃 我這樣噁心耶 在吃雞的屁股 對啊 裡面火大便吧 嚇壞 對 然後後來就 朋友說你試試看啊 試試看 吃完 第一次吃都愛傷了 很好吃 然後我如果要吃鹹豬 一定要吃雞屁股 那你喜歡大屁股 還是小屁股 不管是屁股 你要吃 你喜歡 因為這種東西 Juicy OK 是不是Juicy 真的有分大的跟小的啊 有真的有 我喜歡吃小的 叫老闆炸酥一點 然後配那個一點軟骨 對 所以錢書記的部分 你吃完也講完了吧 很開心 拜託 我可是宵夜女王耶 OK 好 我介紹 來跟大家說 我今天想介紹的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宵夜地方 那常常會下班後就去 那這裡的東西呢 我經過一個禮拜 可以吃到兩三次 OK 真的 吃了又是怎樣 是會酥鴨嗎 我覺得它就是酥鴨 然後又是暖胃 所以它是鹹的還是甜的 還是甜的 鹹鹹的 鹹鹹的 好 那我有帶影片來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酥鴨 老闆娘我想跟你買一個肉粽 一個肉包 跟一個四神湯 因為這個有加酒的嗎 謝謝 自己加好 自己加好 謝謝 現在我們在阿童阿寶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宵夜神地 OK 那我點了這家店最有名的三樣東西 就是他們的肉粽 肉包 還有他們的四神湯 但它可以自己加那個什麼 是小鮮酒嗎 有點不太清楚 就是 那個 對 可以自己加多加少 再來吃這個 我最喜歡就是肉粽裡面 有放香菇的 好好吃 好吃 哇 他們是有名的肉包 我真的覺得 肉包 是一個還蠻簡單 然後又很快速 可以滿足到 這個 晚上想吃宵夜的那個氣 所以 非常可以堅持這個 還有錄牌給大家看 看到嗎 OKOK 那我先咬一口給大家看 有機會的話 吃泰泥咬一口 記得訓練 很堅定 謝謝 好我們上來講最經典的就是 他們的四神湯 好 那 像您後啊 我覺得 我不太喜歡吃內臟吧 這個好像是腸子 我不太喜歡 但是它的湯 真的很好的 所以我把腸子的部分 留給其他人吃 我吃這一點 這個是叫什麼 小米 小米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燙很好吃就是了 所以你後來也很喜歡 它的湯 完全可以暖你的味 特別是這樣 冬天真的很適合喝這個 好 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喔 謝謝 好 真的 那也是我的最愛之一 對 三個我都愛吃 包子 你看它很大一個 但沒有存在感 真的 真的 它只是長得膨而已 來 我有帶來現場 給大家吃吃看喔 肉包的四神湯 對 給大家吃吃 而且它四神湯 你剛才不是有加了米酒 在裡面嗎 有 它裡面有放了當粿 所以我自己想要多 多就多多 來 各位 我們現在先吃 我們先吃肉包嗎 好啊 來 先吃肉包 因為我們的肉包好吃的點菜 它裡面那個餡的香味很足 然後鹹味也剛剛好 最重要的是 它幾乎都瘦肉 因為一般肉包 有的肉會很肥 肥啊 然後很豬 那這個很豬 豬肉味 它的豬肉味是幾乎沒有的 對 它的皮啊 鬆鬆軟軟的好吃 對 好吃 甜甜的好吃 好好吃喔 喜霞 你覺得吃了之後怎麼樣 我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麵包 然後這個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種麵包 可是是一個我在巴西教不到的麵包 而且我還很喜歡吃肉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都有又麵包又沒有肉 就很好吃 很讚 然後裡面也可以品嘗 看到它的四神湯 四神湯 你看它的精華 對 來 四神湯開動 哈魯喜歡嗎 我很喜歡四神湯的 這個四神湯我覺得剛剛好 那個口味 味道就是我覺得 日本人一定很喜歡 你哪喜歡嗎 對啊 我非常喜歡 我剛剛有發現了 我在台灣那麼九十年多 可是我第一次喝這個湯 我真的沒有喝過 怎麼會 對啊 其他的東西我都有吃過 這個很難看到耶 我真的沒有 是 很好喝 沒有 它整家店 就賣這幾樣東西 但是從我們小時候 一直看到現在 還有粽子 還有他們的粽子 超級 對 好 所以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你真的一口吃了 哇 我太愛台灣 這個宵夜了 喜歡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少爺 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吃完之後 它會讓我 頭暈 腦脹 那妳就不要吃了 吃了 沒有 頭暈 腦脹 沒有 但它吃完之後 又讓我那個 吃完我的靈感都愛 不要講出身體 我們會擔心 很多靈感 我今天有在短影片看看 好 文思全有的東西 今天我要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在台灣最喜歡的燒夜是什麼 就是這個啦 登登 花雕雞麵 這個燒夜在台灣很容易買得到 又方便又便宜 而且它裡面有真正的雞肉 就是它們大家都有吃很多了 這個是一個有故事的燒夜 你看它裡面有一包料理包 然後還有一個 佐料包 還有一個花雕雞酒 還有這個調味粉 把那個料放進去之後 加熱水不用太多 到這裡 七分滿就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濃 蓋起來 蓋起來大概三到五分鐘 就可以吃了 你真的有吃嗎 我真的有吃 好 這個什麼叫做有故事的燒夜 就是話說我之前公司 有接到一個產品的案子 我要負責做一個很多頁的 那種PPT 就是介紹這個東西功能 那個燒燒腦的 那個對方真的很可惡 你知道就是改一點點東西 我後面就要改很多了 對 但我怎麼弄怎麼弄 我都是沒辦法符合它的口味 然後加到十點 你知道我們那種商業園區的7分 其實很早就關了 對 十點都已經沒有安全了 有時候價值也沒開 對 上班族都沒了 他們就不開了 你知道這種氣在心童 然後肚子又餓 那個感覺就很煩 好 然後我就去偷東 不是 去找從事的那個抽屜 對 他就講出那些什麼 放上飯 這個飯那種熱色 就是不好吃的 然後給我找到這個 就是台灣的花雕酒麵 精為天人 好吃喔 好 那我就是看到 今天有一包小米酒 應該沒什麼東西 以我的酒量 對嗎 對嗎 我可以吃 然後我就全部倒下去 吃完之後不得了 我覺得我的心臟… 當然我就覺得那個太濃了 我的頭腦就是會有點淤 但你喝完那個酒精之後 好像氣寂到我什麼穴道這樣 我的腦袋就… 那個水就出來了 水… 這個就是泡麵對我來講 是一個靈感的恩人 對 靈感恩人 如果我跟朋友他說 好像最近有點什麼東西 想不開 腦袋卡住了 我都會推薦他 你就去買個花雕雞麵吃吃看 這很有用 我覺得人生遇到十字路口 吃一碗花雕雞麵 對 那個曬就會 然後打出來 什麼都會出來 但是剛剛聽到大家吃 現在應該都吃光光… 差不多 這個很大 這是真的泡麵 因為國外的泡麵 它那種塑膠的味道 就是塑膠 而且沒有肉 不可能 國外的沒有泡麵沒有肉 而且差不多那樣而已 對 而且你以為說 我真的吃飽了 還可以做事 國外的泡麵就… 我很餓 吃完更餓 吃完更餓 這個可以慢慢吃 它的肉的味道 真的是滿強的 就有很多肉的味道 我覺得很不錯 好棒喔 很讚很讚 魂絲全湧的花雕雞 水都出來了 魂絲全湧 靈感就出來了 好 接下來換誰 齊霞 齊霞 好 我要介紹的這個小吃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它 我就被它的外表吸引住了 因為它很好看 很好看 對 它很好看 你們可以猜猜看 很好看 可是我吃了之後 我就不喜歡 沒有吃 不好吃 對 一開始我覺得不好吃 可是我現在很愛 嗨 大家好 我是喜霞 然後剛才下課 然後我很想吃糖葫蘆 所以我給你們看看 我現在在哪裡 這邊 大家 你看 我最愛的 糖葫蘆喔 所以我們現在去買吧 我買了 吃看看吧 很好吃 很可愛 我想問為什麼一開始不喜歡糖葫蘆 番茄對我們來說不是水果 它是蔬菜 蔬菜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對他們 我們來說它不是甜的 它是鹹的 然後課本他們就會介紹一些字 然後他們偶爾也會介紹一些食物 給我們看看 然後他們就介紹這個糖葫蘆 這個東西 其實它可以有不一樣的口味 它可以有番茄 草莓跟葡萄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草莓 所以我想說好 那再給他一個機會好了 然後哇 超級好吃 太好吃 太上了對不對 對 我身子這邊 可以給大家吃一口 我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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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吃完了 而且它這個草莓超大 超大的 對 它們老闆嗎 這是我們WTO美食街出的 是他們自己做的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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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WTO做美食街 對啊 很強 所以你吃到草莓之後 我覺得 對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吃甜的 的東西的人 是沒有錯 可是這個我不覺得它會太甜 因為它外面是糖沒有錯 可是裡頭它是水果 所以我對我們來說會剛剛好 很不錯 你們喜歡嗎 超喜歡 還是推你吃那個番茄蜜餡 對啊 因為番茄蜜餡真的好吃 焦了也很好吃 對啊 焦了也很好吃 好 那個好吃很好吃 那我下次吃看看 不吃番茄 對 其實是番茄 他想到你了 這樣會有點酸酸的 好 OK 好 那現在換誰要來告解我們的宵夜了 告解 哈囉 好 我今天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我超愛的那個宵夜 就是 有一種麵 有一種麵 但是 跟我想像的真的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日本有嗎 日本沒有 我沒有看過 對於日本人來說 我對麵類是非常的嚴格 講究嚴格 對 然後幾乎都台灣的麵 我都不能接受 但是這個麵性我覺得 你又講到我真的 算你接受 對 我今天介紹給大家 就我已經來過 100次以上的最好吃的宵夜 就在這裡 開動 那我先介紹給大家 我最愛吃的菜式就是這家米苔木 那我 因為我平常都不愛吃那個台灣的麵 因為台灣的麵 有些麵是就是太軟了 但今天這個米苔 這一家的米苔木完全不一樣 就非常QQ的口感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 應該就很多日本人都喜歡 那另外呢 這個湯也是有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呢 對日本人來說剛剛好 就是有一點鹹鹹 有一點鹹鹹的口味 所以我們要 比如講要來 你先陪路要去喝酒 然後就喝飽 然後就晚上大概一兩點的時候 就要來這邊 然後最後就吃這個米苔木 再回家 所以這是我們 就是我們完全的 完美的那個演技 那另外喔 另外還有一個那個 紅燒肉 還有那個滷肉飯 還有紅燒大腸 這個兩個東西 這個三個東西是我非常喜歡的東西 就是喝酒 所以一定要吃可以 真的 真的 你的內行 很好吃 對 我覺得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現在喜歡台灣的麵了 我現在就很喜歡 好吧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定不太...沒有那麼習慣 就比如說牛肉麵 對日本人來說 有點太清淡 你清淡 紅燒牛肉麵耶 我們的牛肉麵清淡 跟他的拉麵比起來不夠鹹 他吃很鹹 然後有些台灣 那時候的意大利麵 太軟了 然後我們日本人 一般來說那個 我們要去喝酒 晚上 喝到大概十二點之後 他可能就肚子有一點餓 然後要來誰家 然後一定要點那個米苔木 對 那這個米苔木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他們一直都吐 同一個鍋裡面一直吐 所以我覺得 我就沒有期待 因為一定很軟的 很爛的那種 但是後來就吃一個 我就覺得很QQ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已經煮了那麼久 你一直煮怎麼不會爛 對啊 但是不會爛 然後海鮮很Q 還有那個小菜 小菜 小菜我覺得有一點點鹹 所以這個鹹味 我覺得非常 剛剛好 剛剛好 然後大家看看 米苔木的湯頭 對 剛剛好 因為我們平常要去喝酒 如果在日本的話 我去喝酒 大概可能晚上 還要去 有時候去拉麵 或是有需要去咖哩飯 就是那種才會很完美的 滿足 那台灣的話就一定要 米苔木 米苔木 然後剛剛小菜 你也點了紅燒肉 紅燒肉 還有大腸 大腸一定要點 那你在螢幕上面點的那些小菜 你們日本人 其他日本人有辦法接受嗎 都有辦法接受 大腸他們也都可以 因為他們自己有一種 燉的大腸 可以 可以接受 然後這個粉乾 我們吃粉乾 我們現在吃粉乾 我沒有說這個粉乾剛剛很驚豔 來 我們現在吃這個粉乾 這個粉乾 它裡面就是 完全是沒有那個筋 有一些粉乾裡面有一條東西 是咬的 它有彈性 它非常好吃 它處理得很好 而且不會有一種 就是乾的那種骨骨 還是有奇怪的味道 而且你有吃到一點米酒 然後再搭配那個薑絲 好吃嗎 好吃 所以跟烏卡丸完全一樣的 粉乾 你們有粉乾 我們有 我很喜歡 也是這樣子煮 對 味道都一樣 完全一樣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可以在家 一點點辣椒 或者鹽蔥 對 這樣子 可以 那有沒有誰是你們國家 其實不吃大腸這種內臟 但你來台灣之後OK了 沒有 還是可以 韋哲 你也不行 慢慢 你看這個味道 然後敢吃雞皮骨 你不敢吃它 雞皮骨你敢吃 你不敢吃腸 你不敢吃 你不敢吃 這跟屁股差不多 我被它逼著去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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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吧 還可以吧 給過的還不錯 那次啊 那次啊 有些很 就像鮮 有開始了 沒有那個 可能比較不習慣 沒有 那它慢慢來 慢慢來 好 接下來換哪一位呢 金妮 金妮 我非常挑食 這是萬中選一的宵夜 對 我也考這個宵夜叫台灣朋友 好 我們來看一下萬中選一的宵夜 我想介紹我最喜歡的是台灣宵夜 這是香草粽子餅 這個是每家店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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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鹹草粽子餅 現在可以加奶酒 會更暖子 我覺得這個菜很特別 因為兒牧師買不到 那些很甜 也大一點 也有很多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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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這次有萬中選一 最愛最愛的宵夜 對 這個是我的最愛 可是這是甜的 對啊 最甜的 對 所以不管我在俄羅斯 或是在台灣 我都很會教食 我也發現 如果你不喜歡台灣的宵夜 你可能不會有台灣朋友 沒錯 對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歡的台灣宵夜 對 你們剛剛介紹的 推薦的鹹酥雞 我也很喜歡 可是 鹹草粽很甜 我覺得更好吃 對嗎 他喜歡甜的 對 不以外 對 很甜 但是你第一次看到鹹草 你不會覺得很可怕嗎 因為它黑黑的 有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特別 對 因為俄羅斯買不到 對 這樣子的東西 也很甜 也沒有乖乖的味道 對 然後夏天可以配炒冰 冬天可以吃熱的 可以吃熱的 對 那你在裡面有沒有 一定要加什麼料在裡面 對 我喜歡 芋頭 一定要多一點芋頭酒 對 我喜歡 我們發現那邊也有芋頭 可是我們完全不會想到 把芋頭變成一個甜的東西 對 我們芋頭是鹹的 就是一樣 我小的時候媽媽媽的 我整不敢吃 完全不會想到 可是很好吃 我必須說 我們這次還沒有想到 可是很好吃 所以你們來台灣吃到甜的芋頭 就想說 最後 你知道好吃的芋頭 對 你終於有了 沒有出路了 沒有甜的 是健康的 所以爸爸媽媽就 你要吃很健康吃 不吃 台灣都給我吃 來 好吃 好吃 好 下一位 我最喜歡的小爺 他是一個動物部位 一個動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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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 皮皮的 動物的部位 吃起來 皮皮的 第三 我吃的時候 感覺我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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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 你媽有吃豬耳朵 豬尾巴 豬尾巴 豬皮 今天要給大家看看 有時候我很想念 我家的人 我父母 我可以找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跟烏克蘭完全完全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台北 沒有烏克蘭的餐廳 有時候我很想吃烏克蘭菜 可是沒辦法 所以我在烏克蘭找到了一些東西 比較特別的 等一下我給你們看看 然後我的烏克蘭來了 謝謝謝謝 拜拜 等一下給你們看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豬頭皮 真的 我知道台灣人 台灣人以外 因為我們外國人不太敢吃這些東西 可是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 他也很喜歡吃豬頭皮 然後 我大概 兩歲 三歲的時候 我的爸爸 他常常買 豬頭皮 給我吃 我小時候一直都有吃 而且 這個味道 跟烏克蘭完全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 所以讓我 這些味道讓我想到 我家的人 我父母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最近樣是 這個味道 在烏克蘭也有 有 有 一模一樣 有舒服的嗎 而且 跟台灣完全一樣的 我在台灣最喜歡的都是 烏克蘭 我本來不知道在台灣 有這些東西 第一次跟台灣的朋友 一起去喝酒 他們買很多烏克蘭 我也看到了 有豬頭皮 開心 我知道很多外國人不敢吃 或者有很多台灣人 他們敢吃 可能會喝啤酒 這樣子 我覺得還OK 我可以一個人在家裡 叫烏克蘭 你大包 對啊 大包 在家裡吃 我也不要喝酒 什麼都不要 我可以喝茶 跟吃小黃瓜 跟豬頭皮 可以這樣吃 有那個就夠滿足 對啊 豬頭皮 是我以前 幼稚圓下課的零嘴 然後 我都不切的 零嘴 你說整個頭 耳朵 你是拿整個耳朵想咬嗎 你整個耳朵拿著這樣子 就跟老闆說我要二十塊 趕快 二十塊的豬頭都不切 然後他就會直接給你一片這樣 對 其實因為台灣人 這個已經切片了吧 我的個人如果怕那個 好像硬硬的這樣 叫老闆不要切 直接這樣這樣來吃 更好吃 你好特別 姐姐我幼稚園就在吃豬頭皮 姐姐我幼稚園 妳也在 對啊 我小時候也這樣切 我不能說那個 很多烏克蘭人喜歡這樣子切 我覺得很少 就是我爸爸比較特別的人 所以 這樣子咬這樣吃 所以他從小時候 教我怎麼切 就是拿那個全部的耳朵很大的 哇 這樣 這樣 我媽 我們愛吃人家也不會這樣做 對 如果你是雞腳 不會把腳整個拿著吃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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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既然你們剛剛都在講這些內臟 而且剛剛有講到那個雞佛對不對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我個人是走那種 如果我今天都要吃宵夜了 我就跟他拚了 我絕對不會在那邊 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好期待喔 除非我不敢吃 我在想罵你 所以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 你就是身體有點微樣 就覺得不知道這裡痛還是這裡痛 不舒服的時候 還是這裡痛 還是這裡痛 搞不清楚的時候 所以要不要先去看醫生啊 你這麼容易去看醫生 就是不知道是哪裡痛受 抓不住病醫 我就會去吃麻油雞系列的東西 喔 麻油湯 暖暖的 對暖暖 暖暖你的胃 暖暖你的心 你整個人都好了 BUT BUT 因為我會胃脂肪逆流 OK 所以我每一次要去吃麻油雞 或麻油相關的商品 我都要先吃胃腰 好知道 你要先吃藥 再去吃 沒有 我有時候要去吃宵夜之前 我會先吞胃腰 不是老師你先去看醫生吧 吞胃腰 要置入胃腰 沒有 吞胃腰之後再去吃 真的 所以我今天也有帶來 我自己個人很愛的 麻油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是最棒是 麻油雙腰 喔 好笑喔 有肌佛 麻油 來 大家來感受一下 麻油雙腰 綠茶幹嘛 而且雙腰就是有那個 油漬 腰花 跟那個胡辣 雞頭 對身體好 對身體好 你看我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他很像我嘴巴裡爆開 對 抱歉 抱歉 烏克蘭也有吃牛頭 其實平常烏克蘭人不吃 可是我小時候有一次 跟我爸爸在一起 你媽媽有 你媽媽吃 你媽媽吃 我爸爸是台灣人 你們有吃羊腹嗎 羊腹 自己煮的 我覺得好吃 我不覺得有一些味道 動物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這個就是煎的裡面的肉 都是OK OK 可是烏克蘭你要吃的是不一樣的 就味道不一樣 對啊 可是平常烏克蘭人不敢吃這種 是 如果跟烏克蘭說 我有吃過這些東西 他們會說 Halina你是帥 好的 我跟你講我身為難過小孩 我覺得我今天推薦的東西 我覺得哈魯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他說 他們通常日本人喝完酒之後 都會想要去吃飯或麵 對 所以我很推大家晚上可以去吃 鐵板燒跟火鍋 鐵板燒不是那種外國人想像 那種什麼精緻 然後什麼牛小排 羊小排的那種東西 我跟你講就是大叉鐵板燒 大叉 而且那個師傅刺青越多 越好吃 而且我偷偷跟你們講 去那種店啊 什麼叉普啊 大叉的那個店 你只要去吃完蔬菜 你可以跟他說 老闆我要再加 就是我要加菜 那叉你長得可可愛 沒有沒有 加菜要錢嗎 沒有沒有 不是啊 我有加過 他收我錢啊 沒有沒有 等一下 那個講話有技巧 你不會說老闆 我要加點一份菜 他就會覺得說 你要點一份菜 你跟他說老闆 我要叉菜 家 還是說哥 我要叉菜 那你要叫寶寶 還給你 他說寶寶 你說叉菜他都會給你 對 你是同一個師傅嗎 你是不同師傅 沒有每一個師傅都一樣 只要在那間店 那是因為你可愛 沒有沒有 他們是其實有默默的就是 如果客人 因為他們通常都會問說 那你們今天這樣吃飽嗎 那你這樣跟他說 那他跟你說 那我是你的菜嗎 噢 噢 因為其實那個 他們沒有 把它寫在菜單上 但是你只要跟那個 師傅說我要蓄菜 可能妳是常客吧 他看妳很常去 沒有 這個真的是會有 每個客人他們評語都會寫 比如說Google評語都會有 老闆人真好 今天還給我加一點菜 好開心 但是我覺得宵夜吃鐵板 稍微過分了一點 除了這個以外 我最近有更喜歡一個宵夜 是炸肉丸 妳這個太過分了 炸肉丸 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 可是宵夜 對 是髒話那種的炸肉丸 是外面表皮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 炸到爆炸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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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是油泡的 那個是油泡的 然後台中的是炸的啊 不是嗎 彰化的也是 可是我發現 越來越多那個北部地區 有開這種炸肉丸 因為之前要吃炸的比較難 對 真的才變 對 真的比較難 我相信外國應該沒有吃過 炸肉丸吧 好唷 我們來吃一下炸肉丸 炸肉丸 我以為是阿給 不是阿給 不是阿給 看起來沒有煮熟的東西 你沒有吃過肉丸 這個是醬 台灣很經典耶 這個一定要吃啦 好醬子 好吃 我覺得這個要老闆現炸 然後你現吃 對 現炸現吃真的很好吃 而且現在那種肉丸口味 越做越多 它現在還有出那種什麼麻辣口味 對 那個好香喔 它的醬汁不一樣吃 醬汁好好吃喔 好夜市 很好吃 我跟你講你真的要去熱熱吃 熱熱是更好吃 這是在台北嗎 是在巴德路附近嗎 巴德路 我知道那一家 那一家好吃 好吃 在市場裡面 喜歡嗎 喜歡它的肉丸 整顆整顆 對 有沒有超越你的佛 我不吃 我的佛比較好吃 但日本人應該喜歡這種肉丸吧 喜歡 我第一次吃 第一次吃 你第一次吃 對 吃日本 我第一次吃 日本人應該沒有肉丸吧 日本沒有 沒有 但他來很久了耶 台灣 你來20年有了嗎 有 你經過我都沒吃過 是那種肉 肉圓 對 但感覺不一樣的 他打掉了 對 肉圓有吃過 他可能是真的 是真的不太一樣 金妮喜歡嗎 那個真的 不夠漂亮 他太怪女人耶 看外表的 接下來 韋哲 好我跟你們講 就是這個小夜就是 很便宜 好吃 便宜好吃 而且不會胖 不會胖 不會胖 為了吃它 為了吃它 我還敢出門 我會出門 你要吃它 如果這家店做得不好 其他料理我不敢吃 什麼啊 什麼啊 好奇喔 好神秘 先看VCR了 好 就是要吃我台灣最喜歡吃的 小吃 魚蛋豆腐 有夠好吃 欸 可是用筷子真的不行 只是用腸子這樣 插進去 這家很不錯 你看 那個醬 非常好吃 屁丹 對不起我剛剛錯了 屁丹 還要加豆腐 菜叫做 屁丹豆腐 欸還在拍對不起 超好吃 超好吃 哇好陶醉喔 陶醉到睡著了 我真的超愛 但是皮蛋你敢吃 我覺得 我跟你講 因為剛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鄉沒有 沒有就是蛋 一般的蛋而已 所以來台灣 朋友介紹什麼 皮蛋豆腐 我就說 什麼東西也噁心 那個蛋是不是壞掉 怎麼樣 或是我吃過鮮蛋 我的 鮮蛋超好吃 鮮蛋豆腐 No 最好吃就是 皮蛋豆腐 竟然是皮蛋 你是覺得 它跟我們的醬油膏 還有豆腐跟柴油片 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就很爛的 那如果你單吃皮蛋會覺得好吃嗎 還可以接受 還不錯 那你厲害耶 那時候就是 剛去一個牛兒店 在吃牛兒麵 牛肉麵店 他們的小菜 你可以吃 好像說好多耶 好 朋友就說 你吃吃看皮蛋豆腐 一吃就愛上了 真是太完美 真的假的啦 而且如果我要出門 你說你可以出門 就叫做皮蛋豆腐 那家的皮蛋豆腐好吃 那家的皮蛋豆腐好吃 那就會出門 我就會出門 所以你有吃過不好 因為在我們的印象中 覺得皮蛋豆腐不就是那樣 就是這樣 就是皮蛋豆腐 沒有不好吃的 我愛上了我 沒講的味道 不一樣 怎麼可能 不一樣 你看我的設計不一樣 你都會吃得出來 皮蛋豆腐不一樣 而且我很喜歡皮蛋豆腐 而且每家的豆腐都口感不一樣 有些豆腐比較粗一點 有些很嫩 你一咬就破了 真的是好吃 那你們會把它 皮蛋跟豆腐攪在一起 然後一起吃嗎 沒有 然後攪在一起更好吃 攪在一起更好吃 然後你要自己切 自己切 然後切 皮蛋也是大家都敢吃嗎 你哪不敢 你終於有不敢的了 爸爸小時候沒有帶你去吃過皮蛋 終於 我豆腐 OK 我可以切豆腐 我不記得味道很糗 可是皮蛋 這個我最討厭的東西 他整個翻白眼 對 我吃給你看 我要回去 所以你有試吃過 味道你真的不行 我 完全不行 連光看都不行 他看就不行了 太黑 比恐怖變還可怕 不是太黑 我就是覺得這個皮蛋的味道 我受不了 很嗆 討厭 OK 金妮呢 你有辦法接受皮蛋嗎 金妮 我可以接受豆腐 皮蛋也不能接受 完全不行 真的 鹹酥雞湯有賣炸皮蛋 炸皮蛋 有 你們現在吃吃吃看 炸皮蛋 超級超級 超級 沒有想到我們今天介紹到的皮蛋豆腐 好驚訝喔 接下來綠茶 你什麼都不吃 你介紹什麼 你什麼都不吃 你介紹粥吧 沒有 清粥 他喜歡皮蛋豆腐的那個豆腐 但我喜歡那種炸的豆腐 黃金豆腐那種 沒有 就是那種 只要一出去就覺得好臭喔 臭豆腐 臭豆腐 越臭越好吃 而且 有一次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朋友是台灣朋友 硬拉我去吃臭豆腐的 我本來不喜歡吃臭豆腐 因為真的很臭 超臭 臭豆腐還有另外一種 是鍋的那種臭豆腐 對 麻辣 超糖的麻辣的 那個好好吃喔 那個味不行耶 可是我吃了臭豆腐之後 我覺得臭豆腐 配上那個泡菜 台灣的泡菜 好讚喔 再加上它那個汁一淋上去的時候 汁跑出來 再加泡菜 漂亮 然後再咬下去 那個汁跟水再出來 而且要趁它燙的時候 然後舌頭快燙蛋 對 很好吃 好好吃 台灣那個泡菜好會 而且這個泡菜要台灣的泡菜 對 其他泡菜不是韓國泡菜喔 不行 韓國泡菜真的好吃 對 所以我每次我朋友來的時候 我都硬拖它進去 因為我想看它那個樣子 想看它那個樣子 你也變台灣人了 你也變台灣人了 那你現在換你吃豬頭皮 對啊 等一下 臭豆腐吃都沒有人吃嗎 阿琳娜你吃了 我要再考慮 真的老師你吃一口飯 很辣 韓哲很吃得好 你皮蛋都敢吃 你這臭豆腐不敢吃 對 臭豆腐OK 跟這個泡菜不辣 跟泡菜不辣 跟泡菜一起 不辣 韓哲呢 韓國泡菜 就還好 很好吃 那個皮豆腐還還好嗎 我們那個皮豆腐還好嗎 我們那個皮豆腐 今天我們的臭豆腐漂亮嗎 我喜歡臭豆腐 對 真的沒有吃的嗎 今天這個是第二名 我的現在第一名 這個是第二名 我覺得好吃 對 我吃完 真的 你跟臭豆腐應該OK吧 當然 你非常棒 口耳酸越臭越好吃 你口耳酸沒有不吃的吧 那種辣的 我不吃辣 我都還覺得好吃 要配飯一起吃 對 我們要配冬粉 真的好吃 我的天 臭豆腐炸完之後 還舒服的時候 把泡菜壓進去 對 然後再把那個醬料灌進去 等一下加蒜蘿醬 然後再放香菜 然後再咬進去 讓那個醬跑出來 對 然後它泡菜再吸進去 你看對面的表情 他們要痛苦跟爆炸了 好啦 我們腦裡面有一些 你滿喜歡的 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結束 但這是我們最喜歡的宵夜 滿好喔 聊宵夜解憂鬱 對 肥胖明天再說減肥 以後的事 對 自己來可以接近大家 謝謝晚安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晚上再見 拜拜 妳吃一看酥蘿皮 我跟你講 酥蘿皮沒有講多噁心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 按讚 加追蹤喔 開啟小鈴鐺